歡迎收看小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在上一集我們介紹完圓周角之後 其實整個這個圓角度的推論 就豁然開朗 因為我們可以 豁然開朗 因為我們可以用這個圓周角來推論很多東西 那包括像我們在上一集已經示範了這個 平行線結等弧 對不對 平行線結等弧 然後我們在這一集 我們要來推論這個 還有我們看我們在上一集 也推論了那個圓周上任一點到 直徑兩端夾直角 對不對 那麼在這一集我們來看這裡 就是說這裡有這個圓內角的公式 他說圓內角AMC 就是現在寫M的這個位置 寫M的這個位置 他說他的角度會是 一半的BC弧和一半的A珠弧 或者說他是寫 BC加A珠 然後加起來再乘二分之一 那我們現在就來推論他 那推論他的方式我剛已經說了 會使用到圓周角 所以這題我們是出來當作作業 讓大家試著回去想想看這樣子 那怎麼樣去推論他呢 其實這個說起來很簡單 我們只要畫一條輔助線就可以了 這個 當然說我知道對於很多學生來說 畫輔助線就會好像 會比較少人能夠做到 有的人他就是沒有辦法順利的畫出這個輔助線 可是你很容易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我好像沒有辦法直接在這裡 現場就加出這個結果 那應該是要做點什麼嘛 對不對 應該是要做點什麼就去做吧 要畫輔助線就畫畫看吧 其實也是 慢慢試著要給學生建立起這樣嘗試的 怎麼講 主動性啊 那麼呢 這條輔助線其實你畫哪裡都可以 真的畫哪裡都可以 比如說我們可以畫在這邊 比如說我們可以畫在這邊 那畫在這邊的話呢 這個腳M 三角形 第一點我們 連接AC 連接AC直線 那麼則在 三角形AMC中呢 那這個腳 他問的這個腳BMC是他的外腳 BMC會等於 後面 所以會等於兩個內對角 所以一個是腳A 可以寫腳A啦 因為腳A只有一個 加上腳AM ACM 到目前為止應該都沒有問題啦 對不對 這個外腳 雖然是在三角形外面 可是因為他是這個三角形的外腳 所以我還是寫說他是在 三角形AMC中 那關於這句話寫不寫 其實沒有差 那麼我現在知道說 這個我們要求的是 腳A和腳ACM 其實如果眼尖一點的話 就看出來了 尤其我剛才又提示 跟圓周角有關嘛 所以說呢 這個腳A就是所對乎BC 嘛 所以他是二分之一BC 然後腳ACM就是 二分之一A租 那所以就是二分之一的A租 加BC 這一題其實還蠻適合讓學生 我說齁 讓學生來建立畫輔助線的積極性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真的隨便畫一條輔助線 你都可以把這個結論做下去 也就是說老師可以示範一次 好 那現在要學生自己去做齁 但是不要畫這條 畫別條 就好像我們在學那個 一元一次方程式的時候 我們剛開始學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我是那個時候是跟大家說 位置數設在哪裡都可以 然後我們是說 用哪一條關係來去把 某個不知道的東西 以X來去表示都可以 好 就是如果你 你就忘了 或你沒有看到那個第一側的話 你可以去看第一側 第三章的第一堂課 就是位置數的第一堂課 前兩堂課吧 那我那個時候就有講 就是說 你要去示範 你要讓學生知道說不用怕 很多人看到一元一次方程式 就會想說 我怎麼知道要設哪個微微之數 或者是有的那個 參考書或者是課本會直接跟你說 就是問什麼就設什麼 那其實這樣都不太好 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讓學生說 其實你設哪一個都可以 只是好不好算而已 那不用為了說我一定要找最好算的那個 然後那裡看個老半天 是這個嗎 我記得好像上次是設那個啊 那如果是這個的話 你就設 就寫就對了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會利用 比如說像那個 比較簡單的就是 哥哥跟弟弟的歲數的問題 那比較複雜一點就是 老師帶糖果來分給小朋友 如果三個人分剩幾顆 五個人分 一個人拿三顆剩幾顆 一個人拿五顆不夠幾顆 這樣子的問題 你就可以讓學生試著去練習說 其實你把X設在學生 或者是在糖果 都可以寫喔 那你設完 你用第一條三個人分剩幾顆來 去把另外一個也X表示 也可以 或你用第二條也可以 像這一題也是 如果我剛才不畫AC 我畫B珠 畫B珠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你看在三角形 B珠M中 這個M一樣是外角 外角一樣會等於角B加角柱 你看又對到了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也是讓學生練習 去看這個鎖對邊 你看我們前面一直在講 就是圓周角的鎖對弧 鎖對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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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周角的鎖對弧 那差不多這幾堂課學完 鎖對弧如果看不出來的話 就不OK啦 要去多練習 要找題目多練習 那所以說就是 這樣我們就推論出來了 M等於珠加B B是一半這個 珠是一半這個 那如果我剛才不是找B珠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找左右兩側的 其實不一定 我們也可以找BC啊 會小麻煩一點 但是還是可以寫 這個M在三角形BCM中 M會等於這個 角B-這個角C 我就直接叫B角C 這個角B是什麼 角B是這個 M會等於180度-角B和角C 那角B是什麼 角B是一半AC弧 角C是一半B珠弧 所以這個M呢 我就在這裡寫法二好了 比較不一樣 我們剛剛講的時候 可以直接講M 角M角B角C 可是如果你要寫的話 還是要寫 就是完整的名稱 因為實在太多角了 這個B對過來的是二分之一AC 這樣子 這樣子 那然後呢 那所以就是說 這就是這樣 從這邊去震的一個小小的難度 小小的難度 小小的難度所在 那這個二分之一 我直接 因為我要寫一行 我下面只剩一行 所以我把這一行合併起來 可以嗎 就是把二分之一AC和二分之一B珠的 AC跟B珠先加起來再乘二分之一 那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AC加B珠 一個小小的tricky 它會是 整個圓扣掉A珠和BC 對不對 所以它會是 整個圓 扣掉A珠跟BC之後呢 就是這兩塊 所以它是 二分之一乘上 360度減 這個 A珠 加B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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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不用再拐 那我後面就不寫啦 因為就跟上面一樣 我這個會 這個360減它乘上它 會變180減一半的這個 然後再減掉就會變成結論 那只是跟大家說 你看我們真的就是 設哪一個都可以 只是你如果設這邊就是 要稍稍的轉換一下 那其實這個轉換 你去練習它也是有價值的 為什麼呢 我們在後面 大家 假如說有機會 就是 找到題目比較多的參考書的話 那你會看到 很容易看到有一種題目是這樣子 它是畫 比如說這個腳 和這個腳 然後跟你說 這個腳幾度 這個腳幾度 問你這兩個弧 問你這個弧 和這個弧 或者它可能反過來 它給你這兩個弧 然後問你這兩個腳 那要怎麼做呢 在這裡稍微的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腳的鎖對弧 它的一隻 一隻腳 一隻負責在這邊 一連外一隻在這邊 對不對 所以它的鎖對弧是這一塊 然後 這一個橘色的腳 它的鎖對弧 是這一塊 所以這兩個腳的鎖對弧 剛好會是一整圈 又補一個這個和這個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給我這兩個 然後他們的角度加360 然後他們的弧度加360 除以二 就會是這兩個腳的合 反過來你給我這兩個腳的合 我也可以算這兩個弧 在這裡說明一下 那個我不記得我後面有沒有放這一題 所以在這裡先說明一下 所以你就知道說 像這樣子的推論 老師或學生可能會想說 那我用這個方式就好啦 為什麼我還要練習這個 其實就是我常在講的 你推論過程所使用的 這些思考技巧呢 很多時候其實它可以應用到別的層面上去 別的題目上都會使用到 剛才那個是圓內腳 因為你會看到它的那個尖尖的腳 我們剛剛指的是BMC 對不對BMC 你會看到這個尖尖的腳在圓裡面 在圓裡面不是在圓周上 卻也不是在圓心 雖然不是圓周腳也不是圓心腳 是圓內腳 這樣子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自己證明這個AMC 也會是一半的AC和B租 一樣用任何一條輔助鍵都可以證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這個是圓外腳 圓外腳的話呢 就是這個腳A 你會發現它 從這個CE來做它的立足點 那結果它的尖尖的跑到外面去啦 所以它就是圓外腳 那我們來說要你去推論它 其實是這個 它會是1 2分之1的C弧-B租弧 那我們來 推論這件事情 不知道你在做作業的時候 有沒有做這一題 我都蠻好奇 就是大家看影片有沒有順便做作業 我的作業都很值得做啊 那其實也一樣啦 畫一條輔助線 那這條輔助線呢 也並不難畫 連接CD 那麼三角形ACD中 腳A 腳A呢 這個是外腳 對不對 這裡是外腳 這個腳是腳A加腳C啦 那因為我們最後要求的是腳A嘛 所以我把腳A放前面 腳A會是這個外腳 腳C珠1 去剪掉上面這個腳C啦 可以嗎 OK啊 腳C珠1 怎麼算 一樣喔 我再說一次齁 我要知道角度 我就去找它的 鎖對弧 腳珠對的是什麼弧 C弧 所以它是1分之1C弧 那腳C對的是什麼弧 B珠弧 那我在這裡很快的整理一下這兩個姿勢齁 這個意思就是說如果我有一個圓 在裡面有一個圓內角 我們剛才圓內角是直接畫出叉叉 實際上它 我們是只在算它的 一個角而已嘛 如果我有一個圓 它有一個圓內角的話 那麼你想要知道它的度數 請懂得自己把它延伸過來 這時候你就會兩側都有弧 注意喔 這兩個弧不會不一定一樣大 我們有時候都畫得很一樣大 但是它可能是這樣子的嗎 對不對 那這個小小的這個大大的 那你如果取得它的兩側的弧的話呢 這兩側的弧 這個加這個 除以2就會是 所對到的圓內角 那同樣的我們剛剛是算這個加這個除以2 就是 這樣子 大於90的這個 那如果今天你這個圓 它是在 圓外有 有一個角 剛說它的 立足點拉到圓外去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我想要知道這個圓外角的角度的話 你會發現它也跟這個圓 結了兩個弧嗎 一個比較遠比較大 一個比較近的比較小 這是一定的啊 遠的比較大近的比較小 那你就拿大的 減小的 減完之後除以2 就會是外面的 所以說圓內角是 所夾的兩個弧 相加 除以2 圓外角是 所夾的兩個弧 相 減 除以2 這樣子有懂嗎 那介紹完這個 圓內角跟圓外角的做法之後 我們又利用幾個問題來練習一下 那 我念完題目呢 這個大概停了一兩秒就會直接開始解 所以你最好就是按個暫停先想完 那我們來看第一題 前兩題都利用這個圖形 第一題 已知 AB弧 AB弧是54度 然後 C珠弧是170 這邊是170 這邊是54 那問你角 APB 這題很簡單 所以按個暫停來自己做一下 那我們來直接解他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圓內角 APB 就圓內角嘛 所以圓內角是兩邊夾弧 加起來除以2 所以他加起來的話會是 224 所以除以2 224 就是112 很簡單 就直接寫 那像這樣基礎的問題 我們也就放這麼一題啦 來看下面這一題 這一題就要動動腦想一下 他跟你說角 CPB是65 也就是說這裡是65 圓的半徑是1 突然跟我講圓的半徑幹嘛 然後又跟你說AB弧長 43分之拍 然後問你AB弧的弧度 一樣 按個暫停 想一下吧 做完了 那我們就要 來解這一題 這一題有一點點小tree 有一點點小技巧 那個兼詐 就是說其實呢 你好像用不到65度 你有沒有想通這一點 如果你剛才有自己想的話 如果你剛才沒有自己想 你就錯過了 你看直接看到答案 你就沒有沒有踩到那個陷阱 不會體悟到 原來像 其實你用不到這個65度 你有圓的半徑 以我師就可以算圓周長 對不對 圓周長是2πr嗎 2乘以1乘π 對不對 所以是2π 那這個他跟你說 AB弧本人的弧長是3分之拍 那所以他佔整個圓周長的多少 底下是2π 上面是3分之拍 那這個就是3分之拍去除以2π 所以這個2π會被放到分母 所以這個東西算出來是6π分之拍 也就是6分之1 可以嗎 那如果 學生在這裡有一點忘記 我強烈建議老師再介紹一次 我們前面介紹過 就是 A分之B分之C分之D 這個是 這樣算起來的話 會變成是 這個C分之D除以A分之B 所以是C分之D乘以B分之A 所以到後來會變成CB分之DA 那也就是說 這個會再分母 這也會再分母 分子的分子是分子 分母的分母也是分子 有點像負負得正 正正得正 正負得負 負正得負 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他在分母 但是他是分母裡面的分子 這個是分子裡面的分母 所以他們都在分母 饒舌 不過你自己做 你這樣看應該有看懂 那麼所以說這個弧 他是整個圓的6分之1 那他應該是幾度 他應該是 6分之1乘以360度 最後還是60度 可以嗎 那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一樣喔 這個我講完題目 請你自己做做看 這個已經知道 這個字有點 糊掉 我念了 你們跟著看一下 已經知道這個圖形裡面呢 這個 角AB 弧AB珠 也就是這個弧 AB珠 這個弧是200 BAC 這個弧是110 然後問你這樣這個P 角APC會是幾度 那一樣 按個暫停想一下 這一題也是有點技巧 我可以給一個提示 就是這個 跟我們前面 就在這一集 在前面所使用到某個推論的 技巧有關 OK 我們來看這一題 希望剛才有做 不要只是一直在等我解答 這樣你會錯過很多思考的機會 這個 這一題的一個小小的技巧 他要你求角APC 我們都知道 角APC圓外角是這個弧 這個弧 剛才教的 那麼 所以說 他要求這個B珠弧-AC弧 可是B珠弧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知道的是這個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 對不對 他 我只知道紅紅的跟綠綠的這兩個弧而已 那所以B珠弧我也不知道 AC弧我也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 剛才我們在講的時候 還有一點印象留在你的腦海裡的話 你會發現 欸 這兩個有重疊 對不對 跟剛才我們在講 這一題 是不是有點像 這兩個有重疊 有重疊 他們兩個都有這一塊 然後紅的有這一塊 綠的有這一塊 剛好各一個就是有B珠一個AC 然後共同擁有的是這個 所以這一題的小小技巧就在於說 他要你求的這個 B珠-AC 那我不知道B珠-AC啊 對不對 那所以怎麼辦呢 那所以他就會變成是二分之一的 其實B珠-AC就是 A珠-AB珠這個弧 這個弧 減掉BAC這個弧 對不對 這個弧跟他對減 同樣的部分 減掉 留下這塊 這塊 這塊 所以他其實就是二分之一的 200-110也就是90 這這題 可以嗎 很值得學吧 很不錯吧 來 下面這個 也一樣 按個暫停想一下 我這裡有一個圓 這條是切線 這個是切點 這個是割線 請你試著證明這個A 那我直接跟大家說結論 要你試著去證明這件事情 就是說結果這個A 其實可以像剛才我們在算圓外角一樣 這個就是他圓外角所夾的大弧 這個就是圓外角所夾的小弧 所以我們可以像剛才 在算圓外角一樣用大弧 減小弧 除以2 就會是這個A 請試著證明這一點 OK 那趕快按個暫停 按個暫停寫 試著證明看看 那我們就直接做了 一樣 要畫一條輔助線 不知道你們想到 要畫一條輔助線這件事情呢 這條輔助線畫在哪裡呢 你可以畫在這邊 BC 如果你連接BC 好 那麼在三角形ABC中 這裡是有一個外角 對不對 這個外角 BC珠 會是這兩個內對角的核嗎 那一樣我們要求的是腳A 所以先寫腳A 腳A就會是這個外角 腳BC珠 剪掉這個 腳ABC 那腳BC珠是什麼腳 問學生 圓周腳 他對的是什麼弧 B珠弧 腳ABC是什麼腳 這個問題一定 你腳一個班上 一定會答不出來 這是旋切腳 不知道為什麼學生對旋切腳的理解能力比較弱 那大概就是因為長得比較醜一點 擠來擠去這樣子 他對的是什麼弧 注意他對的是BC弧 我們在 上一章 已經 上一集已經跟大家介紹過 怎麼去判斷他所夾弧 所以這個是二分之一BC弧 那這樣就正出來了 你可以試著怎麼樣 你把這個圖掉 如果你剛才沒有自己證的話 你懷疑自己的能力的話 現在你都已經看到我的證明了 對不對 要不要試著 用這個方式證 這個希望你連上剛才那個證明 跟這一題一起做 我這裡有一個圓 他跟你說如果B珠-AC 減出來是25度 然後問 然後跟你說這個腳是75 然後問你腳BA珠 這個腳 這是一個很標準的 這個單元 就是 有點難 但是很常見的標準的問題 那麼呢 先回來處理這個 我用講的就好了 我就不寫了 要算寫一下 三角形AB珠中 有沒有看出來 我這個連起來 這裡就出現一個三角形 那怎麼做 這裡是外角 我就寫腳E了 因為這邊沒名字 腳E 腳E會是腳A加腳珠 所以腳A 腳E減腳珠 腳E是什麼腳 又一次 又會有學生答不出來 這個是旋切腳 看得出來嗎 雖然我這條旋有點開開 但是他還是旋切腳 那他所夾弧就是B珠 然後這個 角珠對過來的就是 BC虎 因為寫起來實在是太簡單 太快了 所以 好 把他寫掉 來看下面這個 他跟你說AC-B珠 比較大 B珠-AC是25度 那這種問題說穿了就是 他把兩個幅當成是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 兩個位置數嘛 然後給你兩條方程式 一條是相減25 一條是相加多少 要注意 要注意 相加不是75 相加是 圓內腳的一倍 是150度 如果學生不熟 你可以寫相加是兩倍腳 BM珠等於150度 這樣 都可以 我就省一步 好 那所以聯力求假 這個就是什麼 那個大數減小數 大數加小數 這核都是差 所以兩個相加就會消掉 兩個BD 除以2 175除以2 175除以2 2分之175 應該說我們看了一些 比較有技巧的問題 那不過都是圓內腳 和圓外腳的問題 那作業 按照慣例 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 大家可以加入有熊老師的粉絲頁 裡面有 這個 定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覺得很值得 跟小朋友介紹的知識 那我們繼續上到這裡